安省宾顿市19岁的癌病患者P.J. Lekampo 2012年患上影响身体免疫系统的祸其筋淋巴瘤 现在正慢慢康复 并成为加拿大愿望成真的候选人 最近他终于愿望成真 异常成为加拿大联邦总理的滋味 P.J. Lekampo昨日在国会发表就职演说 感谢加拿大Make a Wish基金会让他梦想成真 担任加拿大一周总理职务 P.J. Lekampo在Make a Wish Canada 加拿大愿望成真的安排下 参观了最高法院特别保安简报会 与联邦总督David Johnston会面 并坐上挑战者商务飞机Challenger Business Jet 内属于总理特鲁多的座位 以及清零沃泰华Chateau Laurier酒店内的总统套房 昨日他还在国会的总理办公室 跟特鲁多会面 也在下议院门厅与新民主党领袖唐明凯即兴聊天 虽然他表示作为总理似乎很艰难 但他扬言相信自己能够胜任工作 他说我曾对抗癌症 所以我准备在未来挑战当总理 身为约克大学学生的他透露 他正在计划转工法律序之前 明年主修历史希望能拓展从政之路 我们毕业工作结婚生子退休愉快的过一辈子 现在呢 您可能会环游世界 创业 退休 多要几个孩子 挑战自我极限 追随您的热情 愉快的过一辈子 永明的终身富足方案能够配合您 帮助您获得保障和保证 自由自在地活出精彩人生 从现在到退休都安枕无忧 和您的顾问来咨询永明的终身富足方案 教养永明人生更灿烂